各位发心的菩萨 今天是我们这一次讲 《大方党如来藏经》的最后一作 同样为了让大家对如来藏思想 生起信心 由所解悟 并且在修行和生活当中 能够实证如来藏 我们把前四作的内容 请这个悟奇法师 再一次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阿弥陀佛 大家下午好 今天师父给我15分钟 还要我讲一下 学习了如来藏思想 如何在生活中应用 并且说一下如来藏思想 和般若智慧 和持戒 和念佛 和参禅的一些关系 那么今天我还是从三个方面 体相用 就是如来藏的体大 相大和用大 这三个方面来解说一下 学习了如来藏思想 让我们在生活中 如何实践如来藏思想 并且以如来藏思想 来指导我们的修行 参禅和念佛 首先是体大 启行论说就是如来藏体大 一切法真如平等 不真坚固 华言经说 心包太虚 量舟杀戒 其实这里的心 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如来藏心 那么在实际的生活中 我们的心量就要大 像虚空一样包容万物 也像大海一样 能够容纳百圈 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恼 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心量不够 所造成的 就像我们的手机卡一样 内存太小了 就容易死机 其实我们的心量如果够小的话 太小的话 想问题也是一样的 就很容易纠结 很容易抑郁 现在社会中经常听到有人抑郁了 跳楼了 自杀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心量不够大造成的 如果你心量大 有什么问题想不通呢 心量小 你就觉得这满世界都是问题 自己的问题想不通 别人的问题看不惯 师傅常说 如果自己的问题想不通 就吃点喝点想开点 哪有什么可苦恼的呀 一百年前你是谁 一百年之后你又在哪里 那个能言经说 空深大绝中 如海一遍发 有漏 无漏 微尘界皆从空建立 因此我们这么一想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 真的就是茫茫宇宙 虚空中的一粒 微尘 而我们自己 又是这颗微尘上的一个微尘 这么一想 还有什么值得烦恼的 这是一方面 对自己的问题想不通 而另一方面 就是看不惯别人的问题 如果 看不惯别人的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有一个小公案 就是周敦仪有一次和他的好友喝茶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看着他的窗外那个杂草丛生 就是觉得很不美观嘛 他就问那个跟那个周敦仪说 哎你家的草长这么大了 怎么也不剪一剪 周敦仪就很潇洒的说 那是他自家的意思 大家要好好体会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那是他自家的意思 其实万事万物都跟这个世界的花草一样 都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 自家的意思在自哭自容 那我们又何必消费别人的苦恼 来平征自己的一些烦恼呢 因此 我们说在生活中既然学习了如来藏思想 首先就心量要大 大如虚空于大海 这样就不会有烦恼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如来藏向大 具足如来无量功德 佛经理说 如来具有实力 四无畏 十八不共法 三十随行好 三十像好 八十随行好 其实这一切功德在我们众生心中都是具足的 只因为被烦恼覆盖不能开险 让我们学佛 就要像佛一样具足这些功德 沈安大师在他的创发菩提新闻中说 就是入道药门发心为首 修行吉悟 立愿居先 心发则众生可度 愿力则佛道堪成 那个华燕金也说 忘失菩提心 视为摩业 忘失上癌 宽慧发肤 在普贤行愿评里也说 一个人灵命中的时候 一切诸根皆惜破坏 一切亲属皆惜舍离 一切珍宝车臣皆惜舍去 为此愿望 能够指引你归向极乐世界 因此可见 发愿发心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既然学佛 我们就要时常反问自己 我们每天都发愿了吗 我们发的是成佛做主 广度众生的愿 还是只为自己的 只为自己求安乐的一个小愿 我们在早晚课当中 每天都要发四红四愿 三规一愿 这是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 也要像那个华言经中 尽行品中一样 善用其心 在愈常生活中 像菩萨一样发愿 当你洗手的时候 要发愿 当愿众生得清净手 授持佛法 洗脚的时候也要发愿 当愿众生得神足通往来无碍 睡觉的时候也要发愿 愿众生心无扰 搞乱究竟安乐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因为为时讲 孙愿成种 孙是那个孙习的孙 你发的愿够深 够大 自然就会成为你心中的一颗菩提种子 种子种下了 假以食欲 迟早会成熟的 这是另一方面 如来藏向大 因此我们就要发愿 发大愿 发菩萨愿 这是第二点 第三 如来藏 体大 体大 讲的是如来藏的智慧 能够断 能够断烦 震菩提 能够把众生从苦恼的此岸都到涅槃的彼岸去 六祖谈经说 烦恼暗贼中 常须生慧欲 这其实就是我们 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要常常生起剥弱观照 时时觉察自己的身心 提起正念 止恶而为善 那么有人也许会问 什么是智慧 什么才是佛法的金刚慧 龙树菩萨在他的中观论述中 有这么一句祭颂 他说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异明是假异 即是中道义 其实这句话说的就是 般若中观会 具体来讲 中观会分为两种 世俗地和圣意地 第一句 众因缘生法 讲的是世俗地 其实大家回想一下 看一下周围的这些有为世间 哪一个又不是原生 原灭了呢 就像那个冷眼睛讲的 五蕴六成 皆是 因缘合合 虚妄有生 因缘别离 虚妄有灭 如果你看不惯这个世界的虚妄 就要常常想起这句祭预 因缘所生法 这是世间地 也就是说 说的是世间的真相 而后面三句 讲的是圣意地中的 空 甲 中 三地 因为凡夫 只有 佛就跟我们说空 说世间的一切都是空无自信的 都是如梦幻泡影不可执着的 而爱诚的 小诚行人 执着于空的境界中 佛又给他开了一个有的药方 他说 因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明是因相起 而相又是依他起 这些东西虽然体性是空的 但是可以奇妙用 可以用来度众生 这是开了一个有的药方 而菩萨因无名所获 不见如来藏实性 佛便跟他讲 中观金刚会 在中观论诵里说 不生亦不灭 不断亦不长 不依亦不亦不亦不来亦不去 来破除菩萨的一个烦恼 因此 前面讲了 就是佛法大海 唯性能入 唯智能度 大家要知道 我们持戒也好 念佛也好 参禅也好 其目的都是为了开显 我们自心 如来藏的一个金刚会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指导我们的修行 因此首先 我们就不能有法治 不能够厚此几笔 说念佛的 自己是念佛的 就说参禅的不好 说参禅的 就说念佛的不好 而应该像金刚经说的那样 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以一颗平等的心 来对待佛的八万四千法门 另一方面 如来藏海 也是我们最终修行的一个指规 也是一个最终的一个规束 有人是念阿弥陀佛的 其实偶艺大师说 我们念的是自信弥陀 而自信弥陀 其实也是如来藏海中 泛起的一朵浪花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而且我认为 极乐世界也不是我们修行的终点 它其实就像我们 学习佛法的一个北大清华 我们是当然去学本领 学了本领以后 还是要回到这个娑婆世界来 广度众生 并且也要像阿弥陀佛一样 发大愿建立一方净土 然后能够度更多的众生 这是一方面能够普令 四恩三友 同入疲努信海 就像我们每天晚课时念的那样 另一方面 参残打坐其实 参残打坐明星见性 其实明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如来藏性 让我们明了 我们身边的世界 乃至三千大千世界 其实都是如来藏海中 泛起的一朵小浪花 然后进而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能够让自己回归到如如不动 然后真实不虚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决心当中 阿弥陀佛 这是我的体会 好 谢谢 我们悟起法师和各位一样 这五天的学习非常的认真 他与大家分享了 他学习入来藏经的新的体会 在论述的过程当中呢 引经据点 逻辑非常严密 而且呢 有很多的思想和观点方法 对我们大家的修行和人生 都是非常好的指导 他是你们 诸位当中 千万个代表的一个 希望每一个人 在今天的社会 能够了解如来藏思想 在修行中 在生活中 在为人出世的时候 都能够保持一个如来藏心 这样一来呢 我们修行的功德就不会漏失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心中就有一个中指 就不会偏离这个航道 所以说呢 我们再一次感谢 雾气法师与大家的分享 今天下午 是我们讲经法会的最后一座 我们在这一座当中 主要讲的是 佛经的流通风 那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 略做一点回顾 一部经的经体就像人的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部经的续分像人的脑袋 那么我们的脑袋非常的灵光 主管我们的思维 为人之手 一部经的正宗分部分 由于人的五脏六夫 五脏六夫虽然歌归其位 但是以心脏为中心 心和肾会有关系 心和肺会有关系 心和脾胃也会有关系 所以说呢 在这个《如来藏经》当中 用十种比喻 从不同的层次 不同的角度 为我们阐述了 《如来藏思想》 开显《如来藏思想》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 透过世间森罗的外向 看到人生和宇宙的实相 让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不要贴标签 不要走行事 而要直去《如来藏汉》 哪怕是我们持一条戒 念一句佛 放一条生命 我们都要念念回归岛 《如来藏汉》 发明《如来藏性》 这样一来 我们和法界就在一起 我们就和众生在一起 我们和智慧光明就在一起 就像千条江万条河流进了大海 这样去修行就是菩萨道 就是大乘的精神 因此我就一再强调说 我说《如来藏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精神与基石 我们洋洋中华是大乘佛教的继承者 发扬者 如果我们发心学佛 没有大乘思想 那么我们的行为就是有漏的 就是有局限性的 那么精的流通分 像一个人健康的双脚 有了双脚就可以运奔 可以从北京跑到湖南 可以从湖南跑到福建 从福建可以跑到香港 从香港可以跑到加拿大英国 所以说我一年四季到时候跑 因为我的双脚特别好 那么佛经呢 它的流通分就像人的双脚 一个人脑袋很灵光 眼睛很明亮 身体很健康 两条腿不行 走路一拳一拐 这个人就跑不远 那么这个双脚仅仅是一个比喻 在这个流通分当中 会用诵经的功德 讲经的功德 读经的功德 写经的功德 修行的功德 布施的功德 一切的功德 都是为了让法轮大转 让佛法得到弘扬 这样一来 我们要归结到一点 在座的有很多的法师 我们出家修行 我们记住一句话 对内修道 对外弘法 我们的色身会坏灭 但是我们讲的经 写的书 会把佛法的火把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来 有多少取经人 有多少写经人 有多少的讲经人 才使得佛法能够注视 让我们大家听闻到佛法以后 点亮新灯 让我们在这个有漏的文尘锅当中 能够开发自己的如来藏 让我们在热闹的人生 得到了清凉 所以说这一切 如果你有少少的功德 少少的智慧 都应当感念三宝 感念佛菩萨 使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 去弘法立生 所以说这个流通的功德 是非常大的 我们每一个人 为了三宝 为了弘法 都要弘扬这个流通的功德 下面呢 我们就看原文 这一个比喻呢 叫 宝台欲 或者叫横杀欲 那么 简单的来说 有人问佛菩萨说 如果我用横杀的 那么长 那么宽 那么多的功德 去为你建立道场 并且在这个道场里头 造像 装点楼阁 用珍宝供养 你说功德大不大呀 功德非常大 这个人在人世间 一定是一个 有大福报的人 佛说 不如读诵 一四句记 不如弘扬 讲经 入来藏 那么佛为什么会用横河 经常来给众生 讲经的时候 做比喻呢 非常简单 因为当时 释迦牟尼弘法的时候 就是在横河两岸 横河是常常看到的 司控见惯的事物 他这样用横河 四十游循环的横河 又深又广 里头的沙 非常的细密 用它来打比方的时候 众生 听了就能懂 学了就能会 就像我们今天中国人 讲黄河一样 我们用黄河打比喻 一听就明白了 不见棺材 不掉泪 不打黄河 心不死 中国人一听 对 那个黄河过不去 他就是用自己身边的事物 打比喻 那我们今天呢 佛教经过两千年的传承 到了中国 我们讲横河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没有去过印度 没有见到横河 你就觉得非常的陌生 那么道理很简单 用横河河 横河的宽 横河的长 来打比喻 是为了说明 这个布施的功能 在所有的布施当中 财布施是最容易和 得到众生的欢喜 叫伸手不打笑脸人 如果你和别人 别人对你有看法 你和别人有矛盾 你经常给他个红包 你经常给他买一笼包子 你经常送他一件衣服 时间长了以后 他觉得 这个人对我就不错 这个释迦牟尼佛是大教育家 他把众生的心摸得很透 你只要给他财物 他时间长了 对你印象就特别好 你不管他吃 也不管他住 上来以后就给他讲 你念佛吧 念佛有功的 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个 我还急着上班呢 所以说呢 在世间布施是第一的 佛讲四摄六度的时候 把布施放在第一 虽然如此 佛在金刚经 在诸经论当中 回过头来就讲一句 补辱红法的功德 那么你们想过没有 为什么法部是第一 法供养第一呢 比如说你很能干 你给你的儿子 留了成千上万的家产 你眼一闭腿一蹬 撒手人寰了 那你这个儿子 如果是败家走 他能够把这些钱 才留得住吗 他是留不住的 所以说湖南 有一条高速公务 上面写了个牌子 叫王十万 你们大家以后去湖南的时候 就能看到王十万那个牌子 你知道王十万是怎么回事吗 谁处流星街血温呢 我就问问旁边的农民 我说为什么这个路口叫王十万呢 他说啊 在清朝的时候 有个叫王十万 盖老几十座木屋 他的儿子是一个脑残 他说我死了以后 他每年吃一个木屋 那么这二三十个木屋 也够他吃一辈子了 结果他死了以后 他没想到 他儿子赌博 一晚上把这个三十个木屋 全部输得光光的了 说一说叫王十万 我们现在的人 其实并不比古人更聪明 古人说 子孙虽语 圣贤书不可不读 我们现在的父母 自己拼命地干 总想把钱财 留给自己的儿孙 你预期 给他这么多 留这么多的财物 你不如给他讲一个 人生的真理 如果他是一个心好的人 如果他是个好人 他一切都会有 因此曾国藩 有一句名言 如果儿孙不行 你给他留钱 才有什么用呢 如果说儿孙很能行 你给他留钱 才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说呢 从佛菩萨的角度来看 众生是迷惑颠倒的 认贼为父 认贼为父啊 认假为真 这是非常颠倒的 因此佛在讲经的时候说 用横沙样的功德 去为我建立道场 给我修造七宝楼台 都不如讲给他 如来藏经 他如果对如来藏经 心开意解了 当下的自信大放光明 这样一种受用的功德 实在是说不能尽 我们一个人再有财钱富贵 长得再漂亮 色神再健壮 一百年后化为烟尘 佛从宇宙的高度 看到云云众生 迷惑颠倒 他告诉我们 在我们变幻的色神后面 有一个不变的如来藏 那么这个如来藏 用四个方面去定义和描写 其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正道如来藏 不断 不常 不依 不易 这个在理性上面讲 在真理上讲 在佛道上讲都是非常高妙的 都是非常高妙的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 离开手机 就没有软件 离开软件就没有手机 离开命就没有性 离开性就没有命 除过这个意思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我劝大家信如来藏 劝大家解悟如来藏 最终你要求证如来藏 得到一份如来藏的功德 你的生命就会大放光明 讲到这个思想的时候 无论是 多么样会掩扬妙法 都会达到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唯有自己正等 再用嘴去说 就说不清楚了 必须要通过 持戒 禅定 念佛 读经 解悟 才能够达到如来藏的 这样一个境界 因此 经文说 儿时日世尊 告金刚会菩萨莫合沙 若出家 若在家 善男 善女人 受持读诵 书写供养 广为人说 如来藏经 所获功德 不可计量 金刚会 若有菩萨 为佛道顾 勤行精进 修习神通 入主三位 欲知得本 供养过 恒河沙 现在诸佛 造过 恒沙 七宝台阁 高十游巡 众广正等 歌一游巡 舍七宝床 赋予天真 为依依佛 日日造立 过恒沙 七宝台阁 以永奉献 一依如来 集读菩萨 声闻大众 以如是事 普为一切 过恒河沙 现在诸佛 如是次第 乃至过五十恒河沙 众宝台阁 以永供养过 五十恒沙 现在诸佛 集诸菩萨 声闻大众 乃至无量 百千万劫 金刚会 不如有人 喜乐菩提 语如来藏经 受持读诵 书写供养 乃至以辟语 金刚会 此善男子 欲诸佛所 众诸善根 夫虽无量 比善男子善女人 所的功德 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 乃至算术 疲誉所不能及 这一段文字 以恒河沙的广 长 多 为比喻 为佛菩萨建造道场 乃至于设七宝楼台 都不如弘扬 如来藏经的功德 这个深意 我在没有念文字之前 没有念经文之前 已经告诉大家了 因为众生的心 如来藏 是万发之王 一个人的智慧 和一个人的幸福 与自己的心 是有关系的 六祖会能说 心为地 性为王 王在成在 王去成空 但是众生 把世间的五一六成 和名利 看得很重要 很少有人 了解自己的心 即便是世间的 哲学家 和做学问的人 医学家会研究 我们这个 棒靴的心 哲学家会研究 我们的思维心 对于我们的佛性 如来藏心 他们也是 一头雾水 不曾涉及得到 所以说 如果有人 开发了如来藏心 他所做的功德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原因在于 在三界六道之内 只有如来藏心 是常伴你的明灯 除此而外 一切的功德 一切的名利 色身 钱财都会坏灭 所以说 要跳出三界 摆脱轮回 唯一的办法 就是开发如来藏 不仅仅是 这本经里头 这样讲的 在很多大乘经典里头 都会讲 在这个经的 结尾的时候 我会把这些事实 摆出来 与大家分享 若人求菩提 闻持此经者 书写而供养 乃至欲遗迹 如来为妙藏 须予发水洗 当听此正教功德无忧量 如果有人想要求菩提 菩提就是智慧 想要开悟求菩提 你就必须要读诵听文 如来藏经 开发自信的如来宝藏 而不要往外去求 书写而供养乃至于遗迹 你书写供养 如来藏经 哪怕是一首诗 一句话 一个评语 都了不得 我们再打一打折 比如说你们 有一些老菩萨 没有文化 或者是说 听不懂我讲的 这个北方话 你只要记住 如来藏三个字 从此以后 在你生命的流转当中 就种下了一个菩提的种子 就在茫茫的人生暗夜当中 就点了一盏灯 这个灯的名字叫如来藏 甚深甚深不可思议 就像一个小小的草籽 随风飘到任意一个地方 落在土里头 一见到雨水都会发芽一样 因此 众生在六道的长夜当中轮回 如果能够遇到如来藏经 它的福报和功德 实在是不可思议 如来唯妙藏 须于发水洗 这个话含义很深 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 唯妙藏 唯 极其以细小 妙 不落在空游两边 就像骑自行车一样 两个轮子还不倒 不长不断 不依不易 那还不妙吗 藏两个含义 在生命的流转当中 它是不坏灭的 但是在现世当中 它又隐藏在烦恼之中 所以说这个藏呢 有藏的意思 种子的意思 寒藏的意思 又有深埋的意思 一个藏字都说不能进 须于发水洗 已经立你的耳根 进入到你的八十心田 听了以后 你突然明白 原来生死不可怕 烦恼也不可怕 烦恼即菩提议 生死即涅槃 当下心形坦然 那是一种大乘的发心和修行的境界 当天此正教 功德无忧量 这个《若来藏经》啊 是注持佛法的正教 能够随喜功德 这个就功德无量 若人求菩提 诸大身同力 欲共十方佛 菩萨声闻众 如果有人想求菩提 并且得到大身同力 到哪里去求呢 就到如来藏经那里去 到如来藏海去求 去见如来藏性 不管是菩萨还是生闻 生闻是二乘 菩萨是大乘 奇数过横沙 一载不思议 为一一诸佛 造领庙宝台 用横河沙那么多 不可思议的功德 为佛造庙宝台 台高石游寻 众广四十里 忠使七宝座 庄严备众庙 这里说的是 所做的有形有相的 这个功德 富翼天真如 随作歌蜀意 无量过横沙 献佛及大众 说这个人呢 发心的勇猛 发心的广大呀 四十游寻 这个奇宝庙台 并且呢 用这个天真天入 去布置他 庄严他 并且非常 慷慨无私的 把他奉献给佛和大众 供养去分享 西义次奉献 日夜不休息 满百千万劫 所获夫如是 这个人呢 建立道场 供养佛菩萨 功德非常大 下面就回转了 慧者 文此经 能持一批欲 而为人解说 其福过于比 有慧根的人 听闻了如来藏经 乃至于能够懂得 一个比喻 我们总共是讲了 十个比喻 你懂得了一个比喻 比如说伟花欲呀 精良欲呀 严密欲呀 任何一个比喻 如果你随着耳根 流入的披露性海 懂得了这个道理 你的功德 都比前面的功德 要大得多 而为人解说 其福过于比 这个福德 比前面用造 这个 横河杀的功德 要大得多 乃至预算术 譬如所不及 众生之所以 速成无上道 一切的众生 要修成佛道 必须都要回归到 如来藏海 只有到了 如来藏海 你无爱 是无爱 你是无爱 是是无爱 心身一如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样的人 才是大智慧 才是大福报 菩萨地思维 甚深入来藏 知众生稀有 集成无上道 各位菩萨 地思维 就是心和法要相应 地是真地 思维 用粗福的心 用傲慢的心 是不能够了知 如来藏的 因为如来藏 太深了 在我们的心理学上 就炎耳鼻舌 深意 摩诺舌 阿拉叶史 阿拉叶史 和如来藏 是什么关系 念一句阿弥陀佛 和自性如来 是什么关系 如来藏 和一真法界 是什么关系 你出家修道 所有的功德 弘法的 实相是什么 这些都需要 地思维 把这个道理 甚深的道理 悟透 并且把它讲原 悟透讲原以后 持戒 放生 持书 念佛 打坐 出家 在家 空有 入世 出世 都不矛盾 如果你没有 大开原解 没有甚深的思维 那你就会犯一个 犯一个简单的错误 起一个大早 赶一个晚急 本来出家要有求智慧 结果越求越远 越学越笨 本来是出家要求解脱 结果捆的绳子越来越多 不但没有解脱 把自己捆得死死的 那是谁的错误呢 是佛法的错误 还是我们自己发心的错误 还是我们智慧的错误 还是我们远离了佛经 远离了善知识 所制造的错误呢 所以说 这个 在修行的路上 如果离开了如来藏 我们修行的功德 就会漏失 我们修行就不容易圆满 就容易在修行的路上 遇到很多的狗狗坎坎 遇到忌盼 知众生稀有 即成无上道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 佛一再说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在观无量寿经当中 和后来禅宗的 马祖道医 一再告诉我们说 积心是佛 世心作佛 那我们也烧香也拜佛 烧香烧得满天乌云 拜佛拜的 头上都起了一个包 那你真的敢捂着自己心 积心是佛吗 我们还是不敢认 因为我们的心性怯懦 众认为 佛就是金碧辉煌的 坐在莲花台上 头上放着光 佛离我很远 不知道积心是佛 不敢确认 新乡外求 新乡外求 还有一个最麻烦的东西 本来佛教 教人学佛 是让人学智慧 学解脱 结果我们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 信佛 信成了一种宗教 宗教的标签 宗教的教条 宗教的宗派 四分八裂 而把我们原本清净的佛心 丢得光光的 貌似我们 造佛像建道场 很讲修行 实际上我们离佛性越来越远了 因此我们要凭借大乘经典和如来藏经典 回归到我们的辟庐信海 不忘此身出家修道 这个如来藏经 在今天讲如来藏经 在佛教有三大流派 八大宗派 禅宗有五家七派 甚至有人在研究哲学的佛教 有人在搞经灿的佛教 有人在信仰山林的佛教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今天弘扬如来藏经 可以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 让我们大家默然回首 即便是两千年以后 佛依然在我们心中 因为积心是佛 是心作佛 心外弥佛了不可得 集成无上道 就是圆顿大法 就是顿悟法门 离开此心 无佛可成 心生则种种法生 心灭则种种法灭 三界六道 都是从我们心里头 投出的幻影 我们什么时候才敢育 能够大开元解呢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悟呢 才能够把自己无名的磕打破呢 因此听闻经法 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儿时世尊福告金刚会菩萨言 过去久远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阿僧七节 福过四数 儿时有佛 好常放光明如来 光明王如来 应供等正觉 明星族 善事 世间解 无上事 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 世尊 后面这一段十个名号 都是佛的名号 那么在这里两个地方 你们大家要把关节打通 第一 法身 化身和报身 他们的关系 六祖会能说 法身 化身 与报身 三身原来是一身 那么在我们这部经典当中 金刚会 他就是报身 不管他是一个菩萨 还是一个比丘 他就是当下是一个报身 他的法身 就是如来葬姓 他的化身 就是千百亿的众生 面对不同的众生 他献出不同的身相 来掩扬妙法 所以说 法身 化身和报身 三身原来是一身 这个道理 我们大家要把它悟透 那么第二个 佛虽然有十个名号 不管是文殊菩萨 金刚会菩萨 无边光菩萨 狮子王菩萨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法身 就是如来藏 如果没有佛性 没有如来藏 一切的佛菩萨 将失去法身 这些所有的佛菩萨 以种种的相貌来度众生 种种衣服 种种饮食 种种相貌 车衣宫殿园林 来度众生的这些 各种样的道具和庄严 都是后面有一个法性 有个法身 就是如来藏 如果这样去理解 那么 就悟到了 本体 因此在这段文字当中 释迦牟尼佛 再一次 称着金刚会菩萨的名字说 金刚会 在过去 无量无边 无量是 长度无量 无边是空间无边 阿僧七节 这个节 一个小节是 地球的一个 成住坏空的过程 就叫一节 阿僧七节 时间太长太长 太远太远了 无量无边 用我们人间的算术和匹域 都算不过来 当时就有佛 他的名字叫 长放光明王如来 这句 这个名号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如来 就是法的本体 就是实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不来不去 一切的修行人都应该知道 如来不是个神 如来不是一个人 如来不是一个有形象的佛 如来就是法的本来面貌 长放光明王如来 光明就是他的妙用 我们众生在暗夜当中 就像我们回到这个房间 把灯一拿亮 整个房间的空间没有变大 但是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一切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佛菩萨的妙用 就是在与陈老中做佛事 面对不同的众生 掩扬妙法 就是光明 为什么成为王呢 法王 长放光明 这个长 就是涅槃的性德 不随世间而坏灭 不随生命而流转 因此长放光明王如来 这个名号中就含着他的妙德 我在前面给大家说 举行一个法会 把每一个菩萨的名字都写一遍 你们看过那个大方光佛花燕经 哇 那个整个前面一卷 全是诸佛菩萨的名字 念的人都念不到头啊 大家不知道啊 在无量无边的 环玉当中 法界当中 过去有无数的佛成佛 现在有无数的佛正在成佛 未来的还有无数的众生即将成佛 每一个佛都有自己的本愿 都有自己的国度 但是 他们像莲池里头的莲花 美妙相结 光光相应 互不相仿 它是一个多维的世界 不是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是三维的两维的 有我就没你 我做这里讲经了 你就没份 有你就没我 反正我们要留一个 佛菩萨的世界是光光辉映 你们大家还可以联想到维摩基所说经 借座灯王 借范相机 一个方丈室里头 容八万四千个座位 我敢说 今天你把脑袋 把脑浆想干了 你都想不明白 因为你不在那个维度 你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我即便是跟你讲 你还以为我讲的是西游记 我讲的是动漫 你不可能听懂 因为诸佛菩萨的境界 他的智慧不可思议 他的神通不可思议 他的境界不可思议 凡夫众生和诸佛菩萨 有好远的距离 这一个名号啊 常放光明王如来 就够我们啊 好好思维的了 释迦牟尼有十个名号 在这里全部都说出来 这个十个名号七十 后面都藏着入来藏 但是这个不同的名字 真的又有不同的用处 他就是不依不易了 为什么叫世尊呢 世间的人 是国王 是大臣 发家致富了 就是世尊 举世尊贵 走到哪里财大气粗 戴着金项链 哇 人家一看出 这个人很有钱 那是世间的尊贵 这个世尊是三世尊贵 做仁天的导师 所以说 他面对仁天来说 他叫世尊 最难理解的就是善事 我们一般在家 学儒学的人都知道 好生好死 说这个儒学 对老百姓来说 就是好生好死 佛叫善事 善 善 善生 你们看过一本经叫善生经 善生 拜六方 佛说 我也有六方 给他讲了一部经 善生经 事就是原济 好生好死 最会活 最会死的人 就是释迦牟尼 宏法四十九年 王子生出家 宏法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原记的时候 坐在 在皮婆罗双世间 原记 讲了涅槃经 他了解生命的实相 因此活得潇洒 死得很坦然 我们现在人 不善事哦 你们有些儿子是很孝顺 把你们送到医院里头 满身擦的都是管子 然后全身体都大得都是药水 你们走的时候 充满了忧愁恐惧 不善事 听完了《入来藏经》以后 就记住一句话 生死就是换一件衣服 活到八十岁 该走的时候 不要忧愁 不要苦恼 不要买身擦的管子 要相信自己所积累的功德和善业 坦然的 很潇洒的走 来来去去 不来不去 过二十年你再来 也可以 所以说呢 这个 光佛菩萨的这个十个名号啊 如果妙分别 它都有无量的功德 金刚会 何故名曰 常放光明王 注意了 经文本身就做解释了 比佛本行菩萨道士 降身母胎 常放光明 彻照释放 千佛世界 微臣等差 若有众生 见死光者 一切欢喜 烦恼熄灭 色力巨足 念志成就 得无碍变 这一段文字说 常放光明王 他的本愿功德 非常大 降身母胎 就是 投身到人间来的时候 就放着光明 那我们就会想到 释迦牟尼佛 出生以后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那个我 就是如来藏性 不是这个色刻子的我 你别模仿 投胎到人间来以后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人家说 这个神经短路了 脑子有问题 那个我是指的佛性 前面不是我们这个四大五云的 这个 凡夫的色身 他在投胎的时候就 有光明 他这种光明 让地狱恶贵的 恶贵道当中 大放异彩 听道 见道 闻道 都沾了他的光了 当然这个光 可以比喻为 日光 月光 灯光 实际上 他说的是如来藏性 本具的光 就是不空如来藏 本来我可以做个PPT 给大家画一个图表 把这个如来藏画得更清楚 在这个弥漫的虚空当中 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圈 那个就是如来藏 众生的阿拉耶士 就要画一个黑圈 因为你里头有恶业 是杂染的不净的 然后在这个圆圈里头 用金丝线画上 那就是不空如来藏 自带光明 中间那个空的部分 就是空如来藏 然后显现在人间以后 有全时二智 备至双运 现色身 建道场 修道成佛 就是空不空如来藏 空不空如来藏 就是不知知着于空有两边 为度众生建立道场 净日所法无法可说 每天吃饭 为从嚼着一厘米 是达到那样一个境界 就是不长不断 不依不易 你说他长 就偏向于反我 你说他无常 就是断灭 你说他是一 他和众生就脱离了 你说他和二 心佛就有差别了 所以说呢 不断不长 不依不易 来描写如来藏 空如来藏 不空如来藏 空不空如来藏 我在最前面说 你要信仰如来藏 因为你没有登上 朱玛拉玛峰之前 你一定知道 朱玛拉玛峰 就有这个高度 然后再一步步 去攀爬 解物如来藏 到最后 求证如来藏 达到这样的境界以后 烦恼和生死 在你的心中 就不能够生根了 所以说他有修行的妙用 看到这样的光 就不堕落 就不生在三恶道当中 在三界六道 就点亮了心灯了 若助天人见光明者 与无上道 得不退转 天人阿修罗 地狱恶鬼 在这里特讲天人 见到这个如来藏的光明 他在修道的时候 就不再退转了 据五神通 五眼六通 我们在前面讲过五神通 若不退转者 接得无声发忍 无声发忍就是悟道了 用了个无声发忍 你比如说我们人间 我现在打不过你 骂不过你 你欺负我 我就忍了 这个叫生忍 然后我信佛了 出家了 你欺负我一下 我就退一退 让一让 那就叫法忍 我一于法而忍你 就叫法忍 我不愿意再和你结冤仇 我和你两亲 那么这个无声发忍 就是连忍的念头都没有了 所以你们大家想到 那个金刚经历的时候 我为隔离王隔建身体 我没有诚恨心 那就是诸佛菩萨 在本生本世的时候 发了大愿 行菩萨道 经历过很多的坎坷 假如说妙法 运气好的话 在过了三大阿僧期节 我成佛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讲经的时候 我说 哎呀 我那时候生在中国 我如何修人容 我如何弘扬妙法 讲入来藏经 我不退转 我也可以给大家讲啊 但是你要有那个信心 要发那个愿 五十功德 玄陀罗尼 这个地方要讲了 五十横河沙 五十功德 不要粘住于文字 那就是过百 就是多 非常多的功德 三千大千世界呀 八万四千法门呀 五十功德呀 就是非常多的功德 玄陀罗尼 陀罗尼 是种词 从法语上讲 就是种词 比如说我们念一句 欧环环尼巴米红 念一句 那么阿弥陀佛 其实 大家不知道 这个音声当中 就统设无量的法门 并不是说我念了这一句 就这么一点点功德 他统设无量的法门 那么这个玄陀罗尼 出自于妙法莲花经 陀罗尼是种词 如果用形象来表示 就是道场 就是谈诚 佛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 有胎藏 有谈诚 有道场 陀罗尼就是种词 富贵的人 贫穷的人 有志无志的人 盲龙暗雅 残缺不全的 鸟兽虫鱼 人非人 等都可以到道场来 听闻佛法 全部都要种词 那么为什么叫玄陀罗尼呢 玄是旋转 就是转动法轮 度众生 法轮常转 因此叫玄陀罗尼 金刚会 毕光明所照国度 西界眼镜如天流利 黄金为生 一界八道 种种宝树 花果茂盛 香气分心 微风吹动 出唯妙音 眼阳三宝 菩萨功德 根力觉到禅定解脱 众生文者皆得发喜 信乐兼顾 永离恶道 讲到这一段文字 我们立马就想到了 佛说阿弥陀经 七宝池八宫得水 我们都会想到 因为 弘扬入来藏经 因为听闻入来藏经 得武士功的玄陀罗尼 一切种词法门 永不退转 具足了武神通 并且他所造本院功的 所造舍的境界 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 美好庄严 根力觉到禅定解脱 这都是佛法的一个名词概念 根是五根 力是五力 觉到八正道 禅定四禅八定 解脱 有这个小乘的解脱 有菩萨的解脱 有戒解脱 定解脱 戒解脱 会解脱 定解脱 解脱之间 解脱 解脱之间 五分法身相 就是从任何一门 都可以得到解脱 修行解脱 修行解脱的方法很多 这一切的修行 境界和功德 都是为了让众生得到伐喜 所谓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众生听闻了如来藏经以后 得到了种词 信乐兼顾 信就是信心 和佛菩萨完全相应 我们现在学仪法 得仪法 学仪法 被仪法所复 比如说我们 有的人说我在学打坐 你会发现 他学打坐 调睡眠 调饮食 调身 调心 调呼吸 本来是为了觉得 是一个